不管它土质湿度都跟内蒙古炒盐对湿 所以今天我骑这辆蒙芝1900 到这里撒一把花 看看它在草地上的表现如何 因为这样的草地坑坑洼洼高地不平 根本上就跑不快 而且比较湿滑 稍微加下油门 货轮就摆来摆去的 特别的滑 看来如果要长期走这种路的话 一定要换那种硅碑台或者叶叶台 这种搬了轮轮胎 在草地上根本上是发挥不了它的作用 提前的第一天 我就发现它那个轮胎花纹特别少 而且特别浅 这轮胎专门为那个铺装跟路设计的 而且是专门拿来压望 才能发挥它的优越性 所以这种草地 没摔车已经算旺性了 边边上就走不起速度 只能保持爱上10公里的速度 满满的前行 在这种路面 不管是超坑性 加速性 还有自动距离 都大打折客 这个轮胎不适合在炒鱼上去 颜色地打滑 这个热门还不适合在那个水流路 水流路通常都开始 炒鱼上 稍微加点油门 它就打滑了 不及清理 CAT 拒绝 起来 έχει 广N 广N 两个 1930 10